《易经风水智慧》奠定世界和平根基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 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 我是洪玉佳 首先请进入宗主行脚报道 参与维新圣教8月14日在花莲县演艺厅 举办的年度大型《易经风水学》讲座 由宗主混元禅师主讲《易经风水生活智慧》 请进入这则报道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14日来到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 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 将《易经风水》的平安庙法 带给花莲地区的乡亲 成王传老祖教主的威神力 加持众生 抚慰人心 为花莲地区带来平安与和谐 宗主首先来到花莲道场 基隆道场园堂法师及宜兰道场园徽法师 与各地同修也都来到花莲道场 大家跟随宗主礼拜王传老祖师尊 并与宗主闲话家常 等待讲座开讲的时间到来 花莲县的大家长傅坤齐县长 也在讲座开始之前前来拜访宗主 欢迎并感谢宗主的力领 给予花莲地区的朋友们安定与信心 我跟各位都一样 都是诚心的敬天敬地 我们热爱这块乡土 都希望家家户户能够圆满 能够平安 都能够安居乐业 都能够七儿子女父母 都能够内外吉祥 这个是天地之间 每一个人一枝草一点鹿 但是要怎么样 能够得到加持跟祝福 怎么样振心振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我过去 得到上魂下园大法师 几次的开示 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 第一次见到法师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安心 安心 心要安 才能好好做事情 也叫我睡觉多睡一点 什么事 安心 放心 努力去做就好 结果呢 我想了好一阵子 才能够领悟到 其中的一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开示 真的法师 他非常非常的灵验 前来参与聆听讲座的花莲乡亲十分踊跃 花莲县赴昆齐县长 立法委员徐真卫女士 县议员郑乾隆议员 新城乡代表 邓可平代表 郑宝秀代表 郭财宝代表 梁玉华代表 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袁道法师 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周姬波董事夫妇 丁玉全董事何佳 及王景坦董事等嘉宾 接到场聆听街法 宗主开示这场讲座的意义 今天107年8月14日 在《易经》的卦象就是水地笔 水地笔就是风调雨震 国泰民安 就有天灾永息 所以选择在今天 我们在花莲 由台东道场 住持 袁通法师及袁牙讲师负责 配合台湾维新圣教 世界和平促进会 所有的旅建士 以及台湾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所有的董事 大家一起花心 用大爱来关怀 台湾这一条船 是八仙过海的船 台湾维新圣教 台湾是一条 逢来先岛 天上 所没有的 大地地球 只有台湾 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 逢来先岛 是诸天圣神 明阳两界 诸天三界万灵 所希望来台湾居住的一块 圣地 所以台湾就像一条船 在风雨中 飘飘浮浮 那么我们每一位 居住在台湾的人民 或是从国外 垢地来到台湾的人民 大家都是菩萨 来到世间 来这里续言 我们来珍惜这个缘分 绝未来生的缘 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 这次的讲座非常圆满 在场所有听众 抱以热烈的掌声 讲座之完整内容 将于维新电视台 维新天下事节目播出 欢迎大家收视观赏 维新电视花莲综合报道 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 台中道场 目前正在进行 开南天石雕工程 在展开这项工程之前 依循维新圣教法仪 进行洒净的仪式 一起来参与 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 台中道场八楼老祖殿 龙边回廊壁面 正在进行开南天石雕安装工程 10日上午 维新圣教宗主 混原禅师 于老祖殿上香礼拜 王禅老祖师尊 其景加持工程 动工平安顺遂 并以净水洒进 回廊壁面内外 祈愿工程顺利圆满 施工期间 人员及台中道场 所有员工一切平安 开南天石雕工程 设将宗主 混原禅师 36年前受观世音菩萨救度 圣病痊愈后 受观世音菩萨指示 摇池金木牵引 在1982年前往台东大午山 开启南天门 开始天人合一 红道行道的经过 经由宗主口述指导 由宗门弟子 蔡炳献贤士 纸笔描绘成画之后 再制作石雕而成 并于本周开始进行安装 10日上午承包商及施工人员 蔡贤士与维新电视台 原封法师等随同宗主 一起于台中道场 八楼老祖殿 焚香禀报王禅老祖师尊 石雕安装工程动工事宜 祈求老祖师尊 继诸天圣神佛菩萨 加持护佑工程顺利平安 宗主以香加持进水 随即以进水洒进八楼回廊 及回廊内办公室 安装工程开始动工 宗主与台中道场 主持园艺法师、维新电视台 原封法师及承包商等 于办公室内商讨工程施工原则 并交代承包商要谨慎施工 并注意工期、宗主开市 我们做到哪里 很清楚 上天老祖都会配合 像这些公团都没有学 没有学的话 那些静地而为 这些人事去做 你做好这品 就是要不然我们划卖 我们划卖 那划卖就是最后来 是是 如果没有这品 以后都没说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向大家预告最新大型红法奖 作讯息 2018年9月15日 宗主混原禅师将应邀前往 彰化大村 举办洋宅风水学讲座 将在大村国小大礼堂中 与在地乡亲父老有缘善性 分享易经风水教育的扎根与推动 对现代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请进入以下详细讯息报道 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慈悲敏事 度人就是不慈劳 宗主混原禅师 与老祖师尊天人合一 红法利生奔波各地 在花莲易经风水学讲座圆满之后 即将在彰化应邀 举行彰化地区洋宅风水学讲座 彰化大村乡长 游圣及大村乡民代表会代表等一行 时日在河美道场 原其法师夫妇陪同下 来到台中道场 拜访宗主混原禅师 敦请宗主前往大村乡 举办洋宅风水学讲座 广传《易经风水庙法》于地方 为大村带来平安 传《易经风水心法》于乡亲们 让人人都能知道 周遭生活息息相关的风水学 与人生道路上光明的指引 《易经心法》 宗主在台中道场六楼交信厅 会见大村乡游乡长一行 除雨诺9月15日 在彰化大村乡大村国小大礼堂 举办洋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也请邮乡长等代为准备相关事宜 宗主更开示 这是借王禅老祖的天威 来安定大村地区乡亲百姓的心 希望大家尽力来筹办 而此次讲座将由大村乡公所 大村乡民代表会 及大村乡农会共同主办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中务中心及维新电视台 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 和美道场 秀水太极道场 胡伟教室等共同承办 另外还有大村国际狮子会 园林郭医院大村分院 园林郭医院副社护理之家 赖罗赴宗亲会 救国团大村团委会等单位 协助办理 大庄慈云寺及台大花园农场等赞助 于9月15日晚上7点到9点 在彰化县大村乡国小礼堂举办 欢迎大村乡亲及附近地区的朋友们 一起来接法 认识《易经风水庙法》 为你自己及家庭带来平安顺遂 也为地区及社会带来和谐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导 现在关注建筑相关科系 大专学生的活动动态 今年度在台湾南投维新圣教学院 举办的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期研修班 户外教学课程丰富实用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2018年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期研修班学院 8月10日在圆权法师带领下 展开户外教学行程 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先佛寺 及台中道场与维新电视台 户外教学由总本山先佛寺的 大门口开市 圆权法师为学员们讲解大门 及门前明堂与暗山的风水形式 天梯与梯前的三元经单的含义 与布置等 在圆权法师带领下 大家先到维新圣殿 礼拜诸佛菩萨与王禅老祖师尊 接着在维新圣殿后的极乐殿 接着开阔的事业 法师为大家介绍先佛寺 周遭的山脉轮头 风水形式 众人依序参访 千佛大禅堂 维新博物院 肖灾化节大天尊 碑至名等等景点 圆权法师也一一说明介绍 让学员们不仅能知晓 先佛寺四周宝贵的风水形态 也能了解维新圣教宗主 红法传法 行道三十多年的慈悲心愿 参访先佛寺结束后 圆权法师带领学员 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住持圆艺法师 及维新电视台台长 圆峰法师 非常高兴 欢迎大家来访 圆艺法师致辞 欢迎一行人 也为大家介绍 台中道场的新建历史 及道场现况 圆权法师随机为学员们 讲解建筑的相关设计细节 与结合风水法则的设计方式 在八楼老祖殿 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后 由维新电视台 红玉佳主播 带领学员们 浏览维新电视台 电视台台长 圆峰法师 为大家介绍 维新电视台的渊源与言格 接续欣赏维新电视台 简介影片 继而参观摄影棚 简介部门 及主控室等电视节目 直播流程 让大家对于维新圣教的 电视红法 传法 有初步的了解 一日户外教学顺利圆满 维新记者游慧玲报导 接续了解维新圣教西班牙教士 陈淑源讲师 带领外籍学员 在八月份回到台湾 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 禅吉山仙佛寺 宗主混元禅师于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开示 易经风水新法 并解答学员们的疑问 一行人接续在台湾北海岸 进行的是户外教学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西班牙教士 陈淑源讲师与十五位学员 八月十二日 由士林爱新道场 住持原路法师 及基隆道场住持 原堂法师 带领前往北海岸 进行易经风水户外教学 以实地山水形式与建筑格局 配合法师们的解说 让外籍学员也能清晰地理解 风水的法则与运用 西班牙教士学员一行 跟随法师守战来到淡水天原宫 原路法师带领学员们 先前往大殿内 参拜无极老祖师尊 并请学员们 用罗盘两曲天原宫大殿 坐向方位 法师并未同修解说坐向 原路法师 原堂法师 接续在带领各位学员 往无极真原天坛 由原堂法师解说天原宫地理风水 告诉学员们 风水就是山河大地 要从先天的体来看 再来论这个项 学员们都很认真的记录 也非常开心参与此次户外教学 我来过台湾这次是第二次 她非常高興能够接触她的探索 她希望繼續下去 太多東西可以學的 謝謝大家 她的意思是說 她很高興來到台灣 她學習也看到法藍裡面的重要性 她也很希望說把這個東西帶回到國內 讓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東方的這一套東西 是實實在在的有它的存在性 西班牙教士陳講師 也說到廣傳易經風水 對於國外的重要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能夠把這些東西推廣到國外 其實國外也蠻需要這一套法門的 因為我們碰到非常多的例子 都傳承上面因為有問題 所以都不如法比較多 那希望說大家能夠合力 把這個推廣到世界各地去 接著前往第二站 龜喉港 元唐法師解說龜喉港的地理形態 此地有先天鑾頭 有如一隻烏龜 再加上漁港所做的防坡堤 以及漁港出水口選擇 符合風水法則 加上建設時得時韵 符合望山望向 因此觀光就開始蓬勃發展 元唐法師也說 假如西班牙有這樣的風水 也可以好好的開發 再來是水南洞選煉場 金光石地理風水 元唐法師介紹其山脈山形 及龍土珠的地理形式 並說明此形態 所造成的影響與現實環境相揮映 下一站是來到 鼻頭港服務區 元唐法師教導西班牙學員 要看山形 要以九星來論 就像此鼻頭港服務區 前面是土星巨門星 屬於富貴 也向學員們介紹兩旁山龍形式 及前面水神 以及風煞等等 最後一站是龍洞 元唐法師除了介紹龍洞外 地理風水 並提醒學員們 不管是觀看哪個國家的地理風水 要以行、住、坐、卧 來觀地理風水 此次西班牙學員 在台灣北海岸 戶外教學非常圓滿 大家非常感謝元陸法師 以及元唐法師的引導 以及解說 每一位同修以法喜的心情 將維新聖教《易經風水法則》 帶回西班牙 幫助需要的大眾 維新記者白景玉 廖芳怡 中昌景 新北市報導 請稍後片刻 馬上回到維新周報 而在本週分次道場法會活動動態方面 首先參與的是維新聖教麻豆道場 起見道場成立十二周年 祈安消災法會 請進入以下的畫面 維新聖教麻豆道場 於十二日禮請維新聖教 范拜學院元盟法師主壇 為麻豆道場十二周年慶 起見周年祈安消災法會 領領范拜法儀 奉送朱金 請諸佛菩薩聖神光匠 加持護佑轄內眾生 革敬平安 麻豆道場 主持元姓法師 帶領賢士同修們 一心沉浸恭請 諸佛菩薩光匠法會彈成 藉由宗教法儀清靜犯音 表達和會大眾的虔誠之心 法言供養諸佛菩薩聖神 超度拔劍列祖先靈 地基主及轄內三界珠靈等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並祈求諸佛菩薩聖神賜佛平安如意 和會同修大眾 恭送鬼谷先師天德經 王禪老祖玄真經 及維新聖教安心真經等珠經 功德回向 誠心祈求諸佛菩薩慈悲 以廣大威神力超度珠靈 甘露普世 令法會連位上三界萬靈 得來時機去時寶 志工同修們以無畏師 於大太陽下鋪設普桌共品 一桌普桌像似一朵蓮花 朵朵蓮花開滿麻豆道場 藉著佛菩薩的威神力 供養十方法界 與會大眾以誠心意念 化送連位珠靈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法會圓滿順利 原信法師感恩大家的幫忙 才能圓滿成就今天的法會 維新記者 陳凱月 陳宗南 鄭兆玄 麻豆道場報道 接續前往高雄 在維新聖教山林道場 為慶祝道場成立 感謝佛恩 8月10日起見道場成立周年 祈安消災法會 一起來參與法會的過程 維新聖教高雄山林道場 於8月10日點禁引魂 起見周年祈安消災法會 禮請維新聖教販拜學院 圓蒙法師主壇 與眾誦經師共同誦經法儀 帶領和會大眾 祈安直伏消災 圓滿周年法會 農曆6月29日 是高雄山林道場 成立之周年紀念日 清晨時分 道場同修學員們 即一起搭車 來到山林道場 在住持圓蒙法師帶領之下 為法會的準備工作四處奔忙 包括檀城的布置 水果 共品的擺設 影響的製備等 香機組的義工同修 準備共桌 所需要的熟食 大家都法喜充滿 為即將到來的法會 積極做準備 範拜學院圓蒙法師 與宋經師一行人 於中午抵達山林道場 並巡視指導道場 檀城的準備 與佈置情形 修改與調整 檀城布設 道場同修也逐一做記錄 作為未來法會 檀城布置的參考依據 圓蒙法師 依循法儀 帶領同修大眾 恭送鬼谷先師天德經 王禪老祖學廟真經 唯心聖教安心真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及佛說阿密陀經等經典 法言供養諸佛聖神 功德迴向 甘露普師法會聯位上 三界萬靈 祈求老祖師尊 及諸佛聖神加持 山林道場 轄內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民陽皆安寧 四福和會大眾 福會增長 平安無災厄 法意圓滿 維新記者劉秀麗 歐明輝 旅眼槍 山林道場報道 同樣是法會活動 帶您前往 維新聖教基隆道場 了解拜禅法會的法儀過程 歡迎有緣十方善性大德 實地的參與 促進對拜禅的了解 感受拜禅 帶給每一個人的正向力量 請進入這則報導 維新聖教基隆道場 8月4日舉行拜禅法儀 懺悔滅罪消災祈福 法儀是由基隆道場住持 元唐法師 帶領御會同修大眾 跟隨基隆道場犯拜同修們 一同恭頌禮拜 鬼谷先師天德經 懺悔滅罪消災祈福禅文 以及二十四解二等諸經禅 誠心的禅會 祈求諸佛慈悲作主 作證明解冤世傑 化解素氏無名冤業 皆得心安 同修同政菩提道 基隆道場準備各式斋鑽 共品供養 參與拜禅的同修善性大德 也隨緣供養 過鑽不詩 拜禅法儀在五時圓滿 下午則有圓經、誦經師 指導範拜同修們 複習範拜 繼續精進學習 為圓滿法會 圓滿大眾 以及圓滿自己而努力不懈 圓唐法師也勉勵同修們 拜禅是消災解餓 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的法門 歡迎同修善性 邀約親朋好友 一起來參與拜禅 滅罪消災祈福 維新記者張玉慧 基隆道場報導 本週分四道場社會服務 主題為往生祝念 請進入以下的報導 維新聖教大安寺 大安寺範拜班學員 8月10日 為同修徐賢氏父親 徐老先生 世間圓滿 往生淨土 進行祝念法儀 祝徐老先生一心念佛 往生極樂 徐賢氏也是範拜班學員 往昔為有緣大眾祝念 結下善緣無數 此次父親往生 範拜班同修也意不容辭 為徐老先生暫精祝念 範拜同修依照維新聖教註念法儀 也請親屬家眷 一起共同誦經念佛 大家恭頌阿彌陀經 為新規元說 極樂世界之莊嚴殊聖 並且秉讀註念文書 告知新規元世間業已圓滿 應當放下一切一心念佛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和會大眾一心稱念 阿彌陀佛佛號 祈願阿彌陀佛慈悲接引新規元 德能往生淨土 蓮花化生 花開見佛 祝念法儀圓滿 親屬家眷 感謝大安寺同修們 慈悲祝念 維新記者陳清哲 大安寺報導 今日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請鎖定每週六晚上7點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點30分 下午1點 從維新週報 瞭解最新的維新聖教動態 祝福您 福會增長 何家平安 再會 友達